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是我的小说第一篇小说 改成电影的 我想说是我的小说改成 那那是我的电影的 我是我的电影 我什么都要管 签约的时候有一条选女主角 不得援助同意不可开拍 我觉得选角我都还 好像凭直觉香港的电影 拿来看看我这个电影 看到叶来香 徐克的 姚伟在里头 装扮很特殊 她一站出来 她有一种气势 我觉得这是谁啊 姚伟 我就打听她 打听她的事 上海人 这个就已经是大plus这个女人 真的要海派是竹筛心 摆罗门的那个以前红舞女吗 我记得84年 明报周刊登了我一张照片 是穿那个旗袍 然后他们下面写着就说 这不是白鲜勇笔下的金大班吗 我从来没看过 金大班是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晓得是五小姐还是舞女大班 什么都不知道 那后来呢 有一个记者 她说 白老师看了一个照片说 这个就是我要的金大班 这个小说的那个女主角金大班 她的名字叫金照丽 这个姚伟姓金 而且叫金嘉丽 只是差一个字 是不是冥冥中 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跟她第一次见面 我大致讲的这个人 她完全 我完全懂怎么回事 那个人物你觉得一点都通 一看这个小说 就感觉上 真的是好像是在为我量身定做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 我就什么都没问 什么片酬啊什么 我就先看那个故事 看了以后 我就马上就答应 这个电影啊 完全是金大班一个人 一个人称的的戏 而且还从二十几岁 要演到四十几岁 这个不容易 她的背景 上海人这些东西 给她的 不必去坐着 不必去特别去演出 尺寸的拿练 我想这个杨伟拿练得极好 其实每一场戏里面 我都非常 真的是非常感动的 在堕胎的那一场戏 我只要一个转身没有对视镜头 我心里的眼泪就像没有出来了 我觉得那一场啊 不是他们跳Wars 那个男孩子的年轻男孩子 他就无意间把他当的月如嘛 那个表情不用讲了 完全出来了 一个演艺人 能够演到一部这样的电影 我太感恩了 我带他讲一句吧 他跟我私下讲的 他说 就是算我演一百部戏有什么用 我演这一部就够了 他想要是住手的 他想要是住手的 我特别是住手的 他想要是住手的 他想要是住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